哈喽,我依旧是华子,由于疫情原因呢,很久没有出过门了,最近形势好转,趁着端午假期走一趟甘南著名的洛克之路。 说起洛克之路的背景和历史呢,我在这里不再详细叙述。 这一期主要讲一讲洛克之路目前的整体路况。 洛克之路7点位于甘肃甘南藏座自治州卓尼县的扎古路镇,向南翻越光丐山,最终到达甘南秘境扎嘎那。 全程100公里,也就是现在的248国道,目前无论是高德还是百度都可以直接导航到达。 出发当天呢,天气不是很好,一直在下雨。 连扎古路镇导航开始不久,就进入了飞扑庄的山路。 之前一直听说这条路的路况呢,特别差,沿途要翻越海拔3600米左右的光盖山,整个道路也都是景名悬崖。 但是当我真正踏上洛克之路的时候,我的第一感觉就是,这条路比起西藏萨普,库拉港日,阿里中北线,那些娃娃跑过的路线,这条路简直可以说是高速公路。 虽然是非铺庄,但是平均车速都能跑到四五十左右,路面呢,无非也就是一些大坑小坑而已,并且不是很多。 而且整体道路呢,非常的宽阔,即使是到了临崖路段,也体会不出那种景名悬崖行车的那种险峻的感觉。 由于全城呢,一直都在下雨,光盖山山顶甚至飘起了鹅猫大雪,同时呢,也起了大雾,所以整个洛克之路上光盖山的那种石头山的美景呢,大多都藏在了迷雾之中, 所以略微是有些遗憾的。 但是就目前的路况来说,任何车辆,包括小轿车,绝对毫无压力的可以走完整个洛克之路。 这趟洛克之路,我对它的评价如下,难度勉强半颗星,风景可以给到五颗星。 如果你还想体验一下那种飞铺装穿越洛克之路的感觉的话,最好抓紧去。 目前沿途已经有很多工程车辆在陆陆续续的修路,用不了多久,这条路肯定就会变成全柏油路了。 100公里山路,连走带玩,三个小时足以到达扎嘎那。 当你崇尚柏路的时候,也就意味着洛克之路穿越结束,正式到达甘南秘境扎嘎那。 到了藏区呢,一定要来尝一尝第一道的赞宝,青柯面,曲辣,也就是羊奶渣,还有酥油,白糖,在手里这么一搓,一顿第一道的高原巧克力就这样诞生了,非常的甜美哦。